必须说如今赖清德老家争议不断 其实新北市府在上个月就已经直接发函通知 在昨天税监处甚至来到现场 主要就是为了勘察要丈量一下房屋 厘清一下税额 就是您看到这张通知 没想到来到现场却吃了一剂闭门羹 他们痛批赖清德在放鸽子吗 对此赖伴忍不住回击了 其实这一切是在搞突袭吧 都没有把这个通知给他 而且又把消息放给媒体 认为这一切都是政治操作 一直到我们出发前都没有接到任何要改期延期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十点半如期预到约定的时间就前往 美金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老家争议持续延烧 财政局四号派人前往丈量室内面积 厘清税额但是却铺了空 当事人未出席也没有通知改期 让新北市政府痛批赖清德放鸽子 我们是直接寄到他的户籍所在地 而且用的是双挂号 那双挂号的回函 我们也都已经从邮局收到了 可是因为上面有写签收者是谁 明明一周前就双挂号寄出会刊同知信 也确认对方收件 但为什么到了当天却无人到场 对此赖清德团队批评 这分明是在搞突袭 为什么新北市政府这一次没有通知我们法律代理人 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交给代理的律师 还有地震室 控诉财政绝与明知是由代理人来协助赖家处理 但却在没有通知律师及代书下就对外放话 因照赖家收到通知却不配合的假象 12月28日他的家属也已经签收了 所以我们在1月4日现场会刊的时候 当事人没有出席 也没有通知要改期 因此我们只能在现场就外观部分勘察 通知书明明就有家属签收 怎么谎称没有收到通知 对此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裴反驳 这通知书是寄到赖清德台南老家 因此团队跟委任律师 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 过去新北市政府也都是通知他们 为什么这一次没有 在选前这种小动作大可不必 韩花侯友宜选前小动作大可不必 更不该强迫公务员沦为他的政治打手 全战倒数赖清德的老家争议 持续成为攻防焦点 记得综合报道